我们既要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佛子,在不甘心佛的朋友或家人相处的时候,随缘而不造业,又不应要保持自己清静而故意冷漠远离他们,该如何掌握这个度呢? 很简单,有时候为了孩子好,有时候就是必须要捨出很多,比方说一个人真的爱孩子,不能太宠孩子,那么心里爱他就可以了,对不对啊? 我曾经前几天帮助了一个人,一个妈妈,婚姻失败,那么他的孩子跟他已经分开了,跟先生过,那么这个先生那一天就托人的把孩子带过来给妈妈看看,那么妈妈就心里就很难过看见自己的孩子,天天就念着孩子,台上就教育他, 你如果还要跟这个孩子过日子,你就不要这么做,因为孩子心里觉得妈妈,离不开妈妈,如果你最近这几天对他好得不得了,等到他走的时候他会非常的痛苦的,对不对啊?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有意的冷漠,让孩子觉得应该跟着爸爸,或者跟着爸爸以后的更好的妈妈,这样呢,才是对孩子心里有个踏实感,否则孩子以后一回去天天和爸爸闹,我要妈妈,我不要现在, 这个妈妈,你说这个爸爸,这个日子怎么过,最后你说,爸爸会对他好吗?妈妈会对他好吗?这样的话,不是害了孩子吗? 你有本事,你有本事的话,你就把孩子带过来啊,你又不能带过来,你不是害孩子啊? 所以有的时候宠爱,并不是会达到一个效果的,所以做的事情和结果并不是一样的,所以希望大家学佛人要有智慧,真正的爱孩子,不能宠他,要对他严格,那才叫, 如果你今天宠他,你就害孩子,这个道理,不就跟我们人间不一样吗? 哦,明白了,明白了,谢谢师父,慈悲开示